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帶給大家崩壞星窮鐵道評論康尼 2.1版本最新攻略 星窮鐵道貼紙全體收集 2.1新增夢境護照全收集 這個夢境護照 出了新的了 首先是這個12 裡面的貼紙 那他默認給了兩張 這兩張大家往底下翻這是默認解鎖的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這個克勞克影視樂園 影城大門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 看到小地圖主菜腳西南方向 我們往前走 上樓梯 在前方這一個樓梯邊上有個鐘錶小 我們過來跟他對話 然後呢 對他使用這個鐘錶把戲 先對話 好 把他在這個情感調整到這個悲慾 好 拿完這個貼紙之後呢 朝這個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大家注意啊是這個比較大的這一個入口 從這個方向往裡面走 好走完這個紅毯之後呢 在我們角色左手邊有一個艾薇拉跟他對話 開啟鐘錶把戲 開啟鐘錶把戲 把他的情感調整到這個最左邊 最左邊這個 正鏡 好就可以拿到下一張貼紙了 然後呢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接著往前走 大紅毯一直往前走 上來之後呢 就有個叫沃爾特的 跟他對話 然後呢 把他的情感調整到憤悶 好 拿完這個貼紙之後呢 來朝這個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接著往前走 然後呢 左轉走這個小門 好 走進這個門之後啊 在右前方有跟PC 叫這個 尼奧尼 跟他對話 開啟鐘錶把戲 把他調整到這個 歡欣 好 調整完之後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放映區入口 朝著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筆直往前走 在中間有一本小書 好 拿完這一本書之後呢 打開地圖回到剛剛的矛點 我們朝著小地圖上方北方向 走這個小門 走進來之後呢 在我們右手邊 有一根PC 叫奧科恩 薩娜跟他對話 施展鐘錶把戲 然後我們這個齒輪啊 之前這個2.0版本 剩的這個歡欣還有很多 我們這邊直接解鎖 好 對話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 鐘錶把戲的任務 來 我們點擊一下追蹤 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這個下方 這個哈 哈努幫派基地 這個矛點 到了矛點之後呢 來看到小區右邊東方向 跟著這個任務指引往前走 好 拿完這個東西之後呢 來我們再點擊一下追蹤 大家來到 黃金的時刻 城門商街 這個矛點 跟著這個任務指引 上樓梯 過來找這個 NPC對話 好把這個道具交給他之後呢 再點擊一下追蹤 回到放映區入口 就是這個 克勞克隱私樂園 放映區入口 朝這個小劉上方 北方向往前跑 一直跑到底 然後左拐 對話話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再來到影城大門這個矛點 筆子往前走 找這個NPC對話 好 對話話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地圖 來到這個 放映區入口 朝這個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過來和這個NPC對話 好 這邊完成任務啊 拿到這個 慈善家 還有一個成就 我們拿完之後呢 我們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上方 倉鼠球樂園這個矛點 到了矛點之後啊 看到小地圖右上角 東北方向往前走 這邊有一個拍照板 靠近之後呢 我們可以選擇邀請朋友 這邊選擇當然 讓我看看 就可以 這個請人過來了 大家這邊隨便選就可以 再邀請 好 然後開始拍照 這樣就可以拿到 這一張貼紙了 這樣就可以拿到 這一張貼紙了 好 那麼拿完這個貼紙 大家朝著我們的小地圖右下角 東南方向 往前走 不要走這個小門啊 我們走這個 倉鼠這個廣告牌 後面這一條路 然後再右轉 到這個黃金公子邊上 到這個黃金公子邊上 有一本小書 給他拿上 那就可以拿到 倉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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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Х 超 押ouse 在這邊看到這個生理儀 好 開始白照 好 拿到這個好夥伴2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右上角這個存戶之類擬造花二的矛點 到了矛點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往前走 這本書可以直接剪 好 剪起來之後呢 大家再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上方 北方向往前走 這邊有一個氣泡彈珠機 如果大家這邊是跟我做完寶箱篇再過來的話呢 大家看到這個軌跡我們直接發射就好了 大家如果說寶箱篇沒跟的話呢 我們這邊軌跡是不一樣的 那大家就是這個跟著我重新我們再過來 把原本的這個就本來是在右邊的嘛 把這邊全部關了 然後跟著我們再走一遍 激光發射出去 第一個開啟 大家看到是往左邊折射的 然後下方這個第二個機關再開啟 大家看到是往左上角折射的 走過來 第三個開啟 第四個開啟 大家看到這個激光是往右下角折射了 然後呢 再開啟 下一個機關 再開啟 然後再開啟 大家看到是這樣子的一個路線啊 跟著我一塊調整一下 我們要把自己發射到左邊去了 這邊呢 是一條死路 發射過來之後啊 在我們邊上有人在對話 我們過來旁聽一下 好 旁聽完就可以拿到這個靜止明火就當貼紙了 好 那拿完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地圖啊 大家最後來到這個隱城大門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朝這小地圖 左上角西北方向 我們筆直往前走 過來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個廣告牌 然後這個廣告牌偵探 接調查 再對話 好 對話完 邊上有三個高亮點 我們一次都來調查一下 好 三個都調查完 我們再回來和廣告牌偵探對話 好 那麼大家第二天上線 大家看到就可以拿到這個貼紙同行的回憶裡面 以我為名的電奏曲 就這個成就啊 一個成就一個貼紙 夢境護照的貼紙數啊 就是165 大家看到 往底下翻這些全都是齊的了 好 那我們這個2.1的夢境護照照到這邊就結束了 記得關註再走哦 記得關注再走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